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道家与妖术之间传奇较量的故事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什么? 如果有的话,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神是天地孕育而成,还是由人修炼而来? 亦或是有其他不为人知的成神之道? 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就是关于神的,而且是以尊邪神。 故事要从我家附近的一座山说起,那山叫吉山,山石巍峨,高不可攀,平时鲜有人质。 山顶的石壁上刻有许多佛像,有大有小,大的十余丈高,小的则只有八丈大,因数量众多,数不胜数,所以那山又被称为万佛山。 其实,说实万佛山有些不恰当,因为石壁上除了佛像外,还雕刻有道教的神仙,三清四玉,五老六司等。 一般来说,磨牙石壳风格都是统一的,要么佛教,要么道教。 像这样福道混合,相互掺杂着雕刻的实书罕见,甚至说有点诡异。 你想啊,古代在山中雕刻神像好事好力,做这件事情无非是为了宣扬教门,但石壁上既有佛又有道,是想要让人信佛还是信道,这就让人有些疑惑了。 这种神像明显不是用于宣扬教派之用的,那是用来干嘛的? 这么一想,事情就有点恐怖了,我们都知道,神像嘛,是可以用来镇邪的,但需要扶到两教联合,尽万尊神像来镇压,这得是何等邪物才能配得上的镇事。 所以,山下的村子里都盛传山中镇压着一只大妖,平时很少有人赶上山。 但有一个人例外,那是一个年长的老道人,人家就住在山顶的一间茅草屋里。 听村人们说,他已经在山中住了几十年了,而且从来没人见得下过山。 老道人也许是一个人待得太久了,他很少与人交流,哪怕在山上看到村里人也只是点头而过,并不与人说话。 村里人都觉得他很古怪,想想也是,如果是个正常人,谁会在荒山中一住就是几十年呢? 所以,村人们也都对他敬而远之,鲜少有人与他搭话,唯一与他有交情的人便是我爷爷。 在我小的时候,爷爷常带着我去看望他,给他带去些粮食。 他人很精瘦,须发近白,头上梳着个倒是常见的那种发际。 我手里经常拿着饼扶尘,面相虽然显得和蔼可亲,但我却总感觉他身上有种难以名状的恐惧。 这种感觉怎么说呢? 就像是他身上有带有某种很邪恶的东西,害人心神,让人不敢靠近。 所以我每次见到他,都很害怕地躲在爷爷身后。 爷爷却与他相谈甚欢,两人四多年至交一般。 但是奇怪的是,爷爷经常告诫我平日里千万不要到这山中来,尤其不要擅自到老道人这里来。 言此间,似乎老道人会对我不利一样。 幼时的我,总感觉老道人身上藏有很多谜团,他到底是什么来头? 为什么要一直住在吉山上? 爷爷又是怎么和他相识的? 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我有时也问爷爷,但爷爷却总是闭口不答。 对我说我还小,有些事情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但越是如此,我的好奇心越重,经常胡思乱想,揣测老道人是不是妖怪变的,或者是不是镇守吉山,看管妖怪的山神。 后来我才知道,老道人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道人,既不是妖怪,也不是神仙,但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却远比我想象的还要离奇。 知道老道人的事迹是在若干年后,那天我爷爷带着我去看望他,他说自己就要下山了,爷爷听了一正,显得非常开心,然后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爷爷说五十多年了,你终于解脱了,他死了。 道人并没有回答,只是古怪地笑了笑,爷爷也未在意,他感慨不已,幸幸着老道人能在有生之年脱困淋雨,由于老道人闲谈了一会儿,便告辞了。 出了门,我又追问起老道人的来历,爷爷望着旁边石壁上巨大的佛像,长叹了一口气,沉默许久,然后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爷爷说,五十多年前,邻村有个叫蒋东来的父母,家里出了件怪事,其母亲赌心佛法,他便给母亲修建了座佛堂,又弄来很多佛门之物,让母亲每天到佛堂里诵经拜佛。 但让蒋东来没有想到的是,母亲自从去了佛堂之后便开始每天做梦,而且是做同一个梦,梦到自己被困在一个阴森幽暗的地方,那地方有一监牢,里面关着一个人,被锁链五花大绑着,困在石壁上,开始的时候茫茫隆隆看不清那人的面貌,后来梦境越来越清晰,他看到那是一个老夫人,打扮得非常怪异,像是古人的装扮,那老夫人每天都朝他说着什么, 但他听不清楚,老太太很害怕,于是就把这事告诉了儿子,蒋东来开始以为是佛堂的风水有问题,于是就找阴阳先生来看,一连找了四五个,那些阴阳先生有的说是佛堂下面有鬼窟,佛堂镇不住,煞气尚冲,所以老太太才会噩梦连连,要想封印住鬼窟就得拿钱, 还有的说老太太前世是修道的,这一时改修佛,三清道君不同意,所以才会让老太太天天做噩梦,要想解决也好办,只要给点跑路费,他可以上天一趟跟道君沟通沟通,蒋东来不傻,心想这都是什么玩意,一堆骗钱的神棍给了些钱打发了,白忙活了十多天不说,老太太也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老太太开始变得神情恍惚起来,看什么都直勾勾的,也不怎么说话了,整天就待在那烟雾缭绕的佛堂里念经,甚至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身体也一日不如一日,蒋东来想要带老太太出去住几天,散散心,也远离佛堂一段时间,但老太太死活就是不肯走,她说只有在佛堂里念经的时候才能心安,不然就心绪难宁,蒋东来没有办法, 正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村子里来了个云游的道士,蒋东来死抓住了救命的稻草,赶忙找到那道士,将自己母亲的情况告知,那道士姓罗,自小入眉山修行,虽年纪轻轻,却已修道有成,虽下山救世,她听了蒋东来所述,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心想这家人怕是遇到大麻烦了,佛门罪是辟邪驱杀,刻因恶碎,在这一方面, 甚至比道教更甚,老太太既然信了多年的佛,常入佛堂诵经拜佛,又怎会轻易遭此邪灾,事情并有蹊跷,想到这里,她不禁眉头紧皱起来,蒋东来见罗道人脸色不对劲,露出了忐忑的神情,询问自己母亲到底是怎么回事,罗道人私存片刻,告诉她单凭她的描述,自己也无法判断这是怎么一回事,还得要到那佛堂里亲自看一看, 才能找出癥结,蒋东来点了点头,将罗道人领到自己家中,那是一处豪宅大院,修建得非常气派,蒋东来将罗道人请进家门,指着西面一间屋舍说那就是佛堂,然后询问在风水上有没有问题,罗道人告诉她,佛门的建筑在风水上是不用太过讲究的,因为寺庙佛堂等佛门之地不仅不会受风水的影响,反而会影响附近的风水, 可押音真傻,虚凶辟邪,所以很多寺庙往往都建在一些死过很多人的兄弟上,就是为了能押住煞气,改善当地的风水,所以你母亲的事情和这佛堂的风水关系不大,罗道人一边跟她解释,一边向着佛堂走去,说话间进了佛堂,见里面烟雾缭绕,正对着门的墙壁上挂着一幅佛像,下面是香台,香台上燃皱供香,香台下面跪着一头发花, 花白的老太太,正在敲着墨鱼念经,其神情萎靡,气色很差,像是酒病之人,娘,别念了,歇会儿吧,蒋东来轻声对着老太太说道,老太太却像是没有听到一般,一点反应都没有, 罗道人仔细打量着老太太,越看越觉得不对劲,通常信佛之人超脱凡尘,身具晦气,显露慈悲之相,而这老太太却浑身都透着邪性,有种妖异之感,不似佛门之人,反倒像是邪道门徒,这是怎么回事? 罗道人心中疑惑,佛堂里供奉的确实是佛祖菩萨,摆放着的也确实是佛门器物,那老太太身上的阴邪之气哪里来的? 罗道人私下打量着,忽然目光停留在他敲着的沐鱼上,那沐鱼成青褐色,似乎年代久远,上面刻着斑驳的花纹,看上去像是朵朵莲花,这沐鱼隐隐犯着阴邪之气,罗道人吃了一惊,忙问蒋东来这沐鱼是哪里来的? 是佛堂建成之日,我堂弟所赠。据他所言,这沐鱼乃是自五百里外的迦兰寺中所得,为明朝寺中大和尚会云禅师遗物,有其佛法加持,是借难得的佛门宝物,怎地这沐鱼有什么不妥吗?蒋东来疑惑问道,哦,罗道人露出疑惑的神情,私存片刻又问道,你那堂弟品行如何?蒋东来疑政, 不知罗道人为何有此疑问,如实打道,我那堂弟品行却有不端之处,他自幼游手好闲,时常做些偷疾摸狗之事。 这沐鱼虽说是他主动相赠,却也讹走了我不少钱财。 罗道人点了点头,说那便是了,他肯定是在诃骗你,这沐鱼上面并无佛门气息,定不是四中之物,其目澄清褐色,散发出阵阵阴气。 这是在地下埋葬太久所致,应该是一件陪葬的名气,已然沾染了阴邪之气,而且邪气很重,竟然连佛堂都压不住。 你母亲却日日与其相伴,身受其害,阴邪附体,所以才会噩梦连连,神昏致迷。 蒋东来听候大害,盲问可有化解之法,罗道人告诉他,要想化解刀也容易,只要把这沐鱼一把火烧了就可以了。 老太太信佛,又天天在这佛堂里念经,身上的阴邪之气过不了多久就会散去。 蒋东来听完,这才松了口气,赶忙想要将那沐鱼拿走烧掉, 却不料老太太死活不同意,诗神丧志一般,呼闹个不停。 罗道人见词,说罢了,这沐鱼确实也是件好东西,不知是和睦所作,竟能年身碎酒而不服, 若非被阴邪之气侵蚀,不失为一件佛家宝物,就这么烧了,有些可惜。 要不我就给你写张符录,你得空趁老太太睡着了,用符水洗一下那沐鱼, 上面再压上本,金刚经,等晾干了上面的阴邪之气,差不多也就被化去了。 蒋东来点了点头,对罗道人千安万谢,罗道人写完符录告诉蒋东来自己就住在村北的城隍庙里, 要带一些时日才走,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去那里找自己。 临走之时,罗道人无意中又看了那沐鱼一眼,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 却一时又想不起来,也就没放在心上。 回去之后,罗道人本以为这是就这么完了, 却不曾想事情远没有所想的这么简单, 因一时的疏忽大意,竟险心酿成大错。 几日之后,蒋东来去了城隍庙找到罗道人, 他面容显得很是憔悴,似乎一宿未眠,脸上带着惊慌的神色。 他告诉罗道人,自他走后母亲不仅没有好转, 反而越发地严重,神志不清,渐渐连自己都不认得了, 就在昨日忽然昏倒,至今都没有醒来。 罗道人吃了一惊,问他有没有照自己的话做, 蒋东来点了点头,说那沐鱼也用浮水洗了, 也用金刚精压了,可一点用都没有。 罗道人心想,看来事情有点棘手, 使自己大意了,赶忙又来到蒋东来家里, 到了之后,见老太太正昏睡在床榻上, 身上的阴邪之气比之前更甚。 罗道人上前探了探老太太的鼻息, 呼吸道还算平稳,为何会昏迷不醒呢? 他面色变得凝重起来, 先是问出老太太的生辰八字, 然后取来根香点燃,口中念念有词, 就见那香飘出鸟鸟青烟, 烟气凝而不散, 缓缓向着佛堂飞去, 最后没入了佛堂中的沐鱼里。 罗道人盯着那诡异的沐鱼, 告诉蒋东来自己刚才用的香是追魂香, 可以寻人生魂, 老太太这是丢了魂啊。 蒋东来一听, 当时就慌了, 嚎啕大哭起来, 罗道人说你先别着急, 你娘虽然魂魄离身, 却并没有散, 而是不知何顾进了这个沐鱼里, 我可以用俘虏把它给招出来, 让它还魂。 罗道人从怀中取出一张俘虏, 在俘虏上用朱纱写着一个赤红色的赤字, 将俘虏贴在沐鱼上, 口中念咒, 这时就见沐鱼剧烈晃动起来, 看得蒋东来惊诧不已。 然招魂咒念了好几遍, 老太太丝毫没有反应, 沐鱼上贴热的俘虏却轰得一声烧了起来, 请客间燃尽。 罗道人不禁一了声, 说道, 看来你娘的魂是被什么东西给困住了, 逃脱不出来。 蒋东来一听心急如焚, 问那可咋办呢? 罗道人私存片刻说道, 既然招魂不行, 那便用拘魂试试。 招魂是舍令魂魄前来, 而拘魂却能直接将魂魄强行拘来。 炎霸又取出一张俘虏贴在沐鱼上, 双目紧闭, 捏出个怪异的手势, 口中念念有词, 越念越快, 就见那沐鱼再次晃动起来, 这次晃得更加厉害, 磕得香苔蓬作响, 一股阴森诡异的气氛弥漫开来, 三浮天理, 这屋中竟显得有些阴冷。 罗道人念着念着, 声音骤停, 猛然睁开了眼, 电箭的沐鱼咔嚓一声, 竟裂开了道缝隙, 似乎有什么东西自里面出来, 与此同时, 躺在床上的老太太一声咳嗽, 醒了过来。 老太太醒来后, 看见蒋东来, 说的第一句话事儿啊, 可吓死娘了。 蒋东来握着老太太的手问, 发生了什么事? 老太太说, 又梦到那个浑身缠满锁链的老妇人了, 她给自己说话, 这次听清了, 她说的是让自己念经。 念经? 罗道人吃了一惊, 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 念什么经? 我一个信佛的老太太, 还能念什么经? 佛经呗。 老太太朝着香台上指了指, 那上面放着一本经书。 罗道人进前一看, 见那经书上写着三个字莲花经, 顿时大害, 面色变得严峻起来, 你念了? 老太太点了点头, 我那会害怕呀, 被困在那种地方, 出也出不去。 她让我念我就念咯, 我开始有些慌张, 念了几遍, 她说我心不够沉, 我就静下心来, 又念了一遍, 那个老夫人她就出来了, 然后冲我笑了笑就走了。 我一个人在那里叫天天不英, 叫弟弟不灵, 可吓死人厉。 罗道人顿足垂胸说道, 坏了, 坏了, 闯大祸了。 这本莲花经, 根本就不是佛经, 而是邪经, 是白莲教的经卷。 我说, 怎么老觉得纳木于不对劲, 那也不是佛门之物, 而是白莲教信中用的, 所以上面才会刻有莲花。 啥? 这经书和木于都不是佛教的。 蒋东来很是惊诧。 罗道人说, 白莲教源自佛教, 教义经文等与佛教有相同之处, 所以老太太才难以分辨, 错把邪经当佛经读, 误入了邪道。 怪不得老太太先前神志不清, 魂迷魄症, 邪气缠身, 皆因这些旁闻左道的经卷送之可, 祸人心神, 使人失智。 我先前只看出那沐鱼事件名气, 却没成想还是白莲教之物, 是我大意了。 嗨, 这古经和木于都是我那混账堂弟所赠, 也不知他的从哪里搞来的这些邪物, 可把我给害惨了。 蒋东来忧心忡忡, 那我娘她现在怎么样了? 罗道人说, 你娘现在并无大碍, 身上虽仍有邪气, 但只要不再念了邪经, 多送佛门宝卷, 不日便可恢复。 只是你娘所做的那个梦着实让人担心。 或者说那并不是个梦, 而是你娘魂之所见。 我娘魂之所见。 蒋东来听后不禁恶然。 罗道人点了点头, 继续说道, 依照我的推断, 你娘见到的那个老妇人或是邪髓之流, 她被人封印在沐鱼中, 不得出来, 直指沐鱼落入你娘手中。 老太太每日诵读邪经, 敲白莲教沐鱼。 以至于神魂制迷, 她有所感应, 便将老太太的魂魄换入沐鱼里, 让老太太送邪经得以逃脱。 如此看来, 这邪髓定然与白莲教有渊源, 才能得受精卷念力。 她逃脱之后, 定会作祟害人, 这是因我大意而起, 我不能袖手旁观。 那我们要怎么办? 蒋东来问道, 罗道人私存片刻, 告诉蒋东来, 让他先去找堂弟询问一下, 这些邪物是怎么来的, 看看能不能查到这老妇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知己知彼方能有所定夺。 蒋东来带着罗道人来到堂弟家, 堂弟正在床上睡觉, 被蒋东来一脚踹醒, 泥泥邓邓过了好久才看清来的是谁, 他见蒋东来怒不可遏的样子, 忙道堂哥, 你这是怎得了? 有话好好说, 何必动手呢? 蒋东来骂骂咧咧将家中知识讲出, 然后询问邪经和牧鱼到底是从何处而来。 蒋东来的堂弟听后知道事情严重, 不敢再隐瞒, 将邪经和牧鱼的来历如实说出, 原来多日前, 他身体有些不适, 到附近的吉山上去采草药, 在山顶看到一处坍塌的洞穴, 料想应当是前些日子大于所致, 好奇之下, 吓到洞穴中, 见里面摆放着一具棺材, 那棺材上缠满了锁链, 锁链上密密麻麻刻着怪异的金色符纹, 棺材周身成齿红色, 似乎用朱砂涂抹过, 显得有些阴身可不, 棺材的旁边还立有一块石碑, 上面刻满了字, 蒋东来堂帝大字不识一个, 故不知上面写的是什么, 他只当这是一大户人家的坟墓, 葬在山中风水之地, 锁链是为房人盗取关中之物, 故弄玄虚, 料想这关中定是藏有值钱的物件, 正愁手头拮据, 不由得心中生出贪念, 想要开关盗宝,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将棺木上的锁链取下, 开关一看, 却大失所望, 那棺中仅有诗骸一句, 沐鱼一个, 别无他物, 他不甘心, 又在那句诗骸身上搜寻, 自其怀中得经卷一本, 只是这发黄破旧的经卷又能值几个钱, 他气恼地将经卷丢在地上, 刚想要离开, 呼得想起, 唐各家佛堂刚刚建好, 若将这沐鱼和经卷赠去, 再讨要些钱财, 岂有不给之礼, 如此一想, 打定主意, 便又将那经卷木鱼捡了起来, 这才有了后面之事, 罗道人听后眉头紧皱, 说果不其然, 那木鱼中先前必定封印着邪物, 又用诛沙棺葬入山中, 周炼禅官, 看来那邪物非同小可, 木中石碑上或许刻有那邪物的来历, 我们须得去看一看, 蒋东来点了点头, 问清了那山中石墓的位置, 两人出了门, 见天子一晚, 便决定明日再去吉山一探究竟, 罗道人暂住在了蒋东来家中, 但让罗道人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当天夜里, 村子里出事了, 深更半夜, 罗道人正睡得迷迷糊糊, 忽然被一阵铃声惊醒, 起身一看, 见是自己随身携带的三清灵, 这三清灵是道家常用的法器, 上端的饼为山字性, 象征着道家所信奉的三清天尊, 灵类有蛇, 摇动发音, 可使人心神轻拧, 杂念顿消, 亦有驱邪将神之用, 震动法灵, 神鬼贤清, 这三清灵无故震战不止, 必有妖意, 罗道人警觉起来, 持灵下了床, 换了几声蒋东来, 却是无人应答, 心说不妙, 出了门, 来到外面, 此时夜色黑蒙蒙的, 虽有月旋于空, 却被笼罩在一层血红色的光运中, 散发出妖异的光芒, 不似平日般皎洁, 整个村子没有丝毫声响, 寂静地可怕, 种种异象让罗道人有种不祥的预感, 正心神不凝视, 忽隐隐听到一阵若有若无的声音, 四文营一般在耳旁嗡嗡作响, 待罗道人宁神细听之后, 顿时大海, 那声音竟是有人在念经, 只是腔调写得很是怪异, 并无泛音宁静祥和质感, 反倒或人心神, 迷人心智。 与此同时, 罗道人手中的三清灵又震战起来, 发出清脆的声响, 使得罗道人不被谐音迷惑, 丧失心智, 罗道人寻真的谐音向前走去, 来到村东头, 见前面华光大盛, 空中隐隐可见, 有人影攒动, 惊察不已, 不知怎会有这等异象, 匆匆进前一看, 不禁恶然, 难以置信地望着眼前的景象, 以时间竟难以分辨, 这是真是假, 是梦是实。 那空中由一宝箱庄严的老妇人, 端坐在帘台上, 法身有三次杖高, 简直令人欣慰, 周身被降光笼罩, 背后滑光四溢, 意义生辉, 将整个天空照得如白昼一般, 在他身旁站立着无数的佛陀罗汉, 菩萨皆地, 为首的乃是三尊大佛, 罗道人时的那竟是燃灯佛, 释迦佛和弥勒佛, 此三佛为三世佛, 是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三名佛门教主, 为何他们竟会同时出现? 那帘座上的老妇人究竟是什么来历? 竟能使得三位佛门教主须居于后? 这不可能, 罗道人思索了片刻, 觉得是有蹊跷, 从未听闻, 佛门还有这么一位大尊者, 他凝神细看的空中诸佛, 果然发现了端倪, 那空中的诸佛, 皆如虚如幻, 看不真切, 似乎是被变换出来的, 而老妇人身上所展现的佛光, 一一乎寻常, 那光华中隐隐带有暗红色的妖光, 并无圣洁之感, 反倒带着一丝邪气, 罗道人正抬头观望, 忽见那空中的老妇人口中诵经, 周遭千百佛陀, 以随之附和, 地上也传来嘈杂的声响, 罗道人低头一看, 见不远的一处空旷之地上, 竟聚集了无数的村人, 他们皆双膝跪地, 双手合十, 朝着空中不断跪拜着, 神态虔诚, 眼中闪烁着狂热的光芒, 口中一跟随不断念诵着经咒, 一时间惊声大作, 谐音四起, 乱人心神, 罗道人一把持不住, 击尽失心丧志, 他听到一个声音在耳旁响起, 告诉他, 只需跪下参拜, 从此便再无苦难, 再不会沉沦于苦海, 远离世间一切烦恼, 无生无死, 安然快乐, 就在罗道人即将心神失守之时, 铃声再次响起, 罗道人一惊, 挥过神来, 匆忙晃动三清灵以抵御谐音, 他守得一丝灵台清明, 将三清灵晃的叮当作响, 铃声大作, 将谐音压制住, 不少村人也都清醒了过来, 一脸的茫然, 不知自己为何身在此处, 铃声同时也惊扰到了空中的那老妇人, 铃声指, 他望向罗道人, 一个威力的声音响起, 哪里来的大胆妖人, 创我道场, 饶我传道, 经我信众, 你可知道我是谁吗? 罗道人虽心中认定他是妖邪, 却并不清楚他的来历, 心中不免有几分畏惧, 但此时, 听闻他颠倒黑白叫自己妖人, 不禁也有些恼怒, 超气喝倒, 吃味之徒也敢威吓我, 你骗得了他人, 却骗不了我, 以邪随而已, 竟敢冒充佛门, 用些旁门左道迷惑信众, 当真是不知死活。 此话一出, 漫天神佛皆金刚怒目, 愤然作色。 连坐上端坐的老妇人, 听罢冷哼了一声, 说道, 你这无知妄途, 我乃是无生老母, 九霄之上, 无极净土中的至高之神, 亦是世人之母, 救世之主, 我下凡拯救世人, 使之不被世间虚花景象所迷惑, 在六道中沉沦, 使之物的本性脱离苦海, 远离着流浪之地, 得入真空家乡, 无极净土, 得受天国圣景, 无生无死, 安然快乐。 故世人尽我信我, 贵我拜我, 遵我为无生老母, 而你竟敢递入我为妖邪, 剑莽之急, 我本不可轻扰你, 然世人皆是我子女, 我一应慈悲对待, 你今可入我教门, 送我经卷, 诚心信奉我, 得无上大道, 我便宽恕于你。 老妇人的声音, 庄严而又威力, 闻之如中骨般, 阵耳嗡嗡作响, 让罗道人听之心经, 闻之胆寒, 当听完老妇人所述, 更是惊慨到无疑附加, 因为白连教所信奉的至高之神, 却是这无生老母, 依照白连教的说法, 无生老母为创世之神, 人之十足, 他所居住之地便是真空家乡, 乃是人类的起源之地和最后的归处。 人们堕入尘世后, 被世间虚花景象所迷惑, 被欲念遮掩, 遗失本性, 沉沦苦海, 在六道轮回中受尽磨难, 而无法脱离。 无生老母悲天悯人, 先是派三世佛救济世人, 助他们脱离苦海, 又亲自降临世间, 不化苍生, 使信众得入真空家乡, 再不受这人世烦恼。 罗道人本以为, 这只不过是白连教不转之事, 只为祸人入教, 可如今这无生老母竟然现身了, 活生生出现在了自己眼前, 他岂能不惊骇? 这简直颠覆了他以往所时。 只是这无生老母, 他却是真的吗? 罗道人虽然惊骇, 却并未失了心智, 他应该便是拿木鱼中逃出的邪碎。 倘若真是无生老母, 谁又能将他困住, 封印于木鱼中? 而且, 关他所作所为, 并不似神奇, 反倒更想要挟之类。 罗道人心中一斗丛生, 嘴上却不甘示弱, 亦想要试探一下他的虚实, 便道若要我皈依, 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空中那老夫人微微一笑, 左手捏蓝花印, 右手持锤扣鸡木鱼, 惊声又起, 这惊声与先前又有所不同, 充满了消杀之气, 伴随着那堵堵的木鱼声, 使得山野震荡, 临木悚然, 周遭树木叶子纷纷落下, 花草枯败。 煞世间, 四面八方全是惊声, 生生入耳, 避无可避。 罗道人只觉犹如风刀利刃穿蹄而过, 全身剧痛无比, 他匆忙驰铃晃动, 抵御着夺命犯阴, 却不料竟未能抵挡片刻, 三清灵自上而下碎裂开来, 再发不出声响。 罗道人心中惊骇, 心道这老夫人果然厉害, 自己来得匆忙, 未戴权法器, 不可再与之较量, 虽夺路而逃。 老夫人见此, 倒也未在追击。 只是沈孝说道, 你这道人先前口出狂言, 如今怎得逃了? 罢了, 我便慈悲不再与你计较, 但你若敢再来饶我, 定不饶你。 罗道人逃出村子, 惊魂未定, 心说这老夫人手段段的厉害, 却非普通邪恶, 不可小觑, 眼下不宜再与他打斗, 还是须得前往吉山, 探明他的真实来历, 再做打算。 念及于此, 罗道人向着吉山行去, 来到山顶, 此时天已亮了, 当他看清了山顶众多的神佛石像后, 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他是道门中人, 自然知晓这些神佛石像的真正用途, 需动用如此之多的神佛石像来镇压, 岂会是一般的要挟, 那老夫人, 莫非真的是神不成? 罗道人脸色越发地严峻起来, 他依照蒋东来堂弟所述, 寻到了那个坍塌的石墓, 下到墓中, 见里面十分地宽阔, 周遭石壁上刻满了红色的皱纹, 罗道人使的其中一些是道家用来封印难以诛杀的邪物之用, 在墓穴深处赫然摆放着一具赤红色的棺材, 那棺材上镶嵌着一面古朴的铜镜, 铜镜上雕刻着符纹, 向着镜中望去, 镜面上并未显现出人影, 而是一片混沌, 罗道人看出那是一面道家的法镜, 视为镇邪之用, 在棺材的旁边还扔着一条刻满金色范纹的锁棕桌链, 看来当年之人为了将那老妇人封印住, 真是煞费苦心, 罗道人走到棺前, 那棺盖已经被打开了, 棺中有具尸骸, 据其身上所穿的衣物推断, 应当是明朝时期的人, 他心中疑惑, 不知这棺中所葬之人, 与那自称是无生老母的老妇人可有关联, 距离棺材不远处, 果然如蒋东来堂弟所言, 有块石碑, 上面刻满了字, 罗道人进前, 待看满那石碑上的字后, 不禁正住了, 惊诧不已, 因为上面所写实在是太过离奇, 让人匪夷所思, 石碑上却有讲出那老妇人的来历, 让罗道人吃惊的是, 那老妇人竟真的是无生老母, 只是此无生老母, 非人们心中的那个无生老母, 他既是无生老母, 又不是无生老母, 既是神又非神, 原来据石碑上所述, 明末时期, 天下大乱, 百姓流离失所, 苦不堪言, 白连教趁机起事, 在教主徐红卢的拜领下, 以真空家乡, 无生老母的八字真言迷惑信众, 宣扬无生老母下凡旧时, 信奉无生老母可得救赎, 远离世间苦难的教义, 一时间迷惑了无数的穷苦之人, 随着教众越来越多, 在无数教众虔诚的心理下, 无生老母应念而生, 应众生祈求而出现, 它是众生念力所化, 是众生信力的凝结之物, 自众生心中而来, 众生越是信奉它, 它便越是强大, 众生若不再信它念它, 它便会消散, 无生老母出现之后, 便常见现在世人面前, 应信众所求, 如此一来, 更使得白莲教越发兴盛起来, 建议成事, 已撼动了民王朝的统治。 而白莲教主徐洪如所图甚大, 其不仅想要夺取天下, 更想要改变天下, 他的真正目的, 竟是要让真空家乡降临世间, 让百万信众虔诚的念力, 将那虚无之乡化为现实, 在世间显现, 解释天下大同, 世间再无苦难, 就是消亡, 心事降临。 然这世间, 岂能任由一个凡人掌控, 事关重大, 稍有差池, 便会给云云众生, 造成无法挽回的劫难。 福道两派皆认为白莲教与改天换地, 罔顾天道, 是逆天而行, 将其视为邪门, 遂与朝廷联合镇压。 白莲教中, 虽有无生老母, 教主徐洪如一善妖术, 神通广大, 但仍难以抵挡赴道联合, 终于溃败, 徐洪如被杀, 未成其罪, 将其魂魄困于关中, 永世不得轮回, 而那无生老母为众生之念所化, 无法被彻底诛杀, 被封印于徐洪如传道所用的墓鱼中, 以放入关内, 为房契逃脱, 将棺木葬在大山之中, 以法契镇关, 咒炼锁关, 又刻千百神佛石像镇压, 只待在无白莲信中, 无生老母便会烟消云散。 石碑上最后写道, 为房人误入石墓, 打开棺木筑成大错, 鼓立下此碑告诫来人。 罗道人看完石碑上的字, 惊骇不已。 不曾想那老妇人竟是这般来历, 怪不得能得受邪经送礼逃脱, 料想也是因那墓鱼中的封印日久碎身, 有所松动, 才让他有了可乘之机。 其在墓鱼中被困多年, 众生信力已结, 所以才会诱使蒋东来的母亲 诵读邪经获取信力, 而蒋东来的母亲 也因此沾染了邪气, 被困在了墓鱼中。 如此解释, 实情便讲得通了。 那无声老母虽算得上是个神奇, 但毕竟被困多年, 身体虚弱, 料想自己尚能与他一战, 但若让他召集其心中。 得了信力, 怕是自己便在奈何不得他了, 届时必成祸患, 危害世人, 时不我待, 看来须得尽早与他作个了断。 想到这儿, 罗道人将棺材上的法径取下, 向着山下走去。 那法径是道家之物, 能召化媚邪, 可用来对付无声老母。 下了山, 罗道人先是回到蒋东来家, 取了自己的法器, 然后向着无声老母所在之地走去。 此时天虽然已经亮了, 但空中却斜云遮日, 将整个村子笼罩在阴影中, 让整个村子显得阴森可步。 他小心翼翼来到村东头, 但听得阵阵嘈杂的诵经声传来, 那无声老母仍端坐于莲花枝上, 紧闭双目, 手捏铲定印, 似乎正在宁神打坐, 下面跪拜的众人则一脸痴人之响, 口中不停送着经文。 罗道人心说不好, 那无声老母怕是在汲取众人念力, 须得赶紧阻止。 他大喝一声, 跳江出来, 朝着无声老母喊道, 妖孽, 我已知你来历, 你既是众生之念所化, 便要遵从众生之义, 又岂能以这种邪恶手段 获人心智, 决人信力。 我今便要替天行道, 除去你这妖物。 无声老母默然睁开双眼, 见是罗道人有些惊讶, 怒目而失道, 你这道事当真是不知好歹, 你饶我传道, 冒犯于我, 犯下大过, 我慈悲宽恕了你, 你却不思悔改, 一再渐月, 我岂能再饶你。 话音刚落, 只听谐音又起, 那无声老母顾忌重施, 摄人心神的惊声, 不断自其口中送出, 空中众神佛, 以泪鼓诸威, 鼓声其名, 汗天动地, 罗道人听后, 感觉如遭重锤敲击心头, 气血翻腾, 险些一口血吐出。 他定了定神, 自怀中取出一流珠, 一手碾之, 同时口中送道家真言。 这流珠又被称为念珠, 使道家宁神入定所用之法器, 念之可笑心中杂念, 处三千烦恼, 安心定神, 避邪护身, 使之再不受晦气谐音所侵。 任凭那鼓声震天, 精声或人, 罗道人物子浑然不动, 喜心无外物, 故不受外界所扰。 无声老母见罗道人竟能抵御谐音, 颇为惊讶, 赞叹说道, 你这道人倒还真有几分本事, 若能归依我教, 定让你做个护教尊者, 得无上大道, 岂不比你做着没甚名堂的道士, 墙上百倍。 罗道人冷哼一声回道, 我身为道家弟子, 名门正派, 岂会与你这邪魔歪道同流合污, 莫要再持心妄想。 还有什么本事, 快快驶出来, 名门正派。 无声老母痴笑道, 何为名门正派? 世人极苦, 众生多难, 他们举目不见天, 跪地不见神, 眼前皆是黑暗, 耳中尽是悲悯, 受不完的苦, 力不完的难, 如蝼蚁一般, 在这泥泞世间挣扎, 而此时你们这些名门正派在哪里? 正因他们心中悲苦, 故稀有大慈大悲之神将士拯救苍生, 而我应他们所念而生, 与他们以信仰, 在这黑暗世间将他们指向光明, 我即是明灯, 是他们心中唯一的灯火, 使他们不再沉沦于黑暗之中, 救他们于苦难, 又怎会是邪魔歪道? 我知所作所为, 与神佛合意, 为何你们是明门正派, 而我却为邪魔歪道? 我为众生之念所化, 身负众生之义, 却遭辅导镇压, 以诸神佛之名将我封印, 如此看来, 谁才是明门正派, 谁又是邪魔歪道呢? 面对无声老母的质问, 罗道人一时语色, 正正不知该如何反驳, 许久才道, 任凭你如何狡辩, 也改变不了你使用邪术 迷惑村人之事, 此等行径, 岂非邪魔歪道所为。 无声老母说道, 村人之所以被我惊生所患, 是因为他们本就心中悲苦, 忘得救赎, 脱离苦海, 不然纵使我本领通天, 又岂能迷惑他们分毫, 这世上最难动摇的便是人心。 罢了, 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 哪怕事实尽现眼前, 你已执迷不悟, 既是如此, 我也便不再徒废口舌。 无声老母说吧, 手劫法印, 口颂骤言, 顷刻间天地变色, 异象显现, 周遭方圆树里, 被笼罩在一片暗红中, 血雾弥漫, 阴风阵阵, 地上流淌出腥红的血水, 滚烫的岩浆喷涌而出。 远处暗红色的血雾里, 隐隐可见, 有无数妖魔鬼怪隐匿其中, 张牙舞爪, 蠢蠢欲动。 罗道人如置身于地狱, 处处充满了阴森恐怖的气息, 他惊骇不已, 此处怎会显现出血海地狱一般的景象? 宁神望着眼前的景象, 罗道人稍一思索便已明白, 此非血海地狱, 而是幻象地狱, 一切皆是幻象而已, 自己是身处幻境中了。 他口颂真经, 手脸流珠, 欲要看破幻象, 然这幻象获人无感六绝, 任凭罗道人如何宁神守心, 弃充玄品, 皆无济于事。 眼见远处血雾中的妖魔身影渐进, 扑将过来, 此虽为幻象, 但只要看不破, 便会被其所伤, 凶险无比。 千钦一发之际, 他忽想起怀中那面镇观法镜, 法镜可照破幻象, 明彻万物, 让一切妖魔鬼怪无所遁形, 他匆忙取出, 朝着迎面扑来的妖魔照去, 法镜照出, 妖魔消散。 不仅如此, 镜中射出的金光照进那漫天的血雾中, 如在油纸上撒下一颗火星, 寝刻间将整个血海地狱燃尽, 村子又恢复了原样, 幻象一破, 罗道人长舒了一口气, 空中无声老母见到罗道人手中所持法镜, 恼怒不已, 那法镜真他几百年, 他岂会不识, 众神佛见无声老母面露不悦, 借金刚露目, 杀气腾腾跃下云头, 黑压压的一片, 朝着罗道人齐齐扑去, 罗道人举经幼照, 那众神佛已为无声老母所幻化, 被法镜一照, 顿时破了法身, 消失不见了, 罗道人持法镜, 再向无声老母照去, 无声老母冷哼一声, 人凭那镜中金光笼照在自己身上, 不动分毫, 罗道人见法镜一降服不了无声老母, 不由得眉头紧簇, 此时只见那无声老母捏了个法绝, 将身形一晃, 顿时变成时余丈高, 法身入青云, 这天必日, 罗道人站在旗下, 犹如蝼蚁一般, 那无声老母又身占金光, 花光万道, 此的人睁不开眼睛, 光芒见盛, 如日焚天, 罗道人已是不敢再向空中窥望, 道道金光炉, 见雨般向下洒落, 凡是被纳光所照之物, 皆被焚成灰烬, 罗道人大惊失色, 不断以法镜抵挡, 且战且退, 然不消片刻, 法镜便被金光所毁, 镜面破裂, 再无法使用, 罗道人值得狼狈逃窜, 寻到一处隐蔽之地躲藏, 趁那无声老母尚未追来, 他自怀中取出一户, 户乃道教参拜神使所用的法器, 双手捧户, 如对神明, 那户上书有四个大字, 万神闲听, 罗道人双手持户, 功身拜天, 口中送请神真言, 太上道祖, 朴在万方, 道无不应, 三界之内, 陆河之中, 顺之者吉, 逆之者凶, 赤命一道, 雷霆随行, 弟子有难, 信愿辱邪, 逢凶化吉, 化秧为响, 一连诵了三遍, 罗道人抬头望天, 见天上没有丝毫意想, 只有远处那无声老母, 斜漫天的金光, 向着自己击飞而来, 他已寻得自己所在方位, 罗道人一声叹息, 这请神咒非树法, 而是一种奇壤之术, 灵与不灵, 谁也说不准, 全在天意, 看来今日自己难逃死劫, 他纵身跃出, 欲与无声老母殊死一搏, 然此时, 忽听怀林的一损坏的法经中, 传出一响, 取出一看, 顿时正住了, 只见法经碎裂之处, 已恢复如初, 混沌的境念, 渐渐变得清晰, 里面玄孝丹雀, 祥云缭绕, 不时有灵和清卵的鸣叫声传来, 似仙境一般, 镜中虽不见人, 却听了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 那个声音幽远而又飘渺, 似乎来自很远的地方, 声音并不大, 却似乎蕴含着某种难以名状之力, 可一言定乾坤, 雷急, 此言一出, 顷刻间天地变色, 空中风起云涌, 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罗道人见那无声老母仰头望天, 如林大敌, 其面部绝绝之色, 随后却又笑了, 他对天说道, 你们杀不死我, 众生之苦, 无止无休, 假以时日, 我必将再从他们心中而现, 复活重生, 皆是在与你们一争高下, 空中雷声轰鸣, 似乎是对无声老母的回应, 无声老母化为一道金光, 直冲云霄, 云层中道道闪电纵横交错, 张牙舞爪, 如群魔乱舞, 陡然间雷光四射, 一道胳膊粗的雷电与那金色光芒碰撞在一起, 随着一声轰然巨响, 煞世间雷光与金光铺满了整个天空, 光芒过后, 一切烟消云散, 无声老母与漫天的雷云都消失不见了, 罗道人长出一口气, 惺惺自己私立逃生, 他将众村人唤醒后欲要离去, 然刚走了没多久, 忽听到一个阴森的声音传来, 道长可否将躯体借在下一用, 罗道人一正, 顿时感觉自己身体已是无法动担, 只见一人缓缓向自己走来, 那人身着青色长袍, 面容消瘦, 双目凹陷, 却是金光四溢, 你是何人? 罗道人惊开问道, 那人微微一笑, 白莲教主徐洪卢, 罗道人一惊, 呼寄起那石碑上却有写着徐洪卢的魂魄也被镇欲观中, 不曾想得竟还活着是自己大意了, 先前与无声老母的争斗已是让自己精疲力尽, 一时不慎, 竟让他钻了空子将自己设置住, 私存之间, 徐洪卢已走到罗道人面前, 罗道人只觉一阵阴气袭来, 意识渐渐变得模糊, 不禁跌倒在地, 他知这是那徐洪卢在剥夺自己的身世, 随拼命获得灵台一丝亲民, 以免失去心智, 然那徐洪卢最善这种夺舍邪术, 罗道人渐渐灵台失守, 危难之时, 性被一路人发现, 上前将他搀扶起来, 他竭力保持清醒, 对那路人说了一句话, 他说, 万望请送我去吉山, 不然我命休矣, 罗道人被徐洪卢夺赦, 唯有借助吉山上的众神佛是向方能将其震住, 使自己在与他的较量中站得上风, 路人将罗道人送到吉山, 罗道人果然很快清醒了过来, 然那神佛是向虽能压制得住徐洪卢, 却一时无法将他震死, 罗道人是要除魔未到, 随将计就计将其封印于自己体内, 使之无法出来, 居住于吉山之上, 每日诵读荆咒, 只待日久天长, 利用道家荆咒以及神佛使相将其诛杀, 然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待就是五十多年, 讲到这里, 爷爷轻轻叹了一口气, 我听完之后心中很是吃惊, 因为这实在是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我问爷爷这是是真的, 爷爷点了点头, 他说罗道人当年遇到的那个路人, 就是他, 他将罗道人背到了吉山上后, 罗道人将一切事情都讲述给了他, 爷爷边走边感慨, 沧海桑田, 一晃过了这么多年, 想起那时自己还是一个小伙子, 现在却已垂垂老矣, 罗道人他又何尝不是呢? 在这荒山上一住就是这么多年, 现在好了, 他终于解脱了, 可以下山去了, 爷爷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他在为罗道人感到庆幸, 然当爷爷走到一座偌大的佛像前时, 他的笑容凝固了, 他正正地望着那座佛像, 脸上神情显得很是惊骇, 我顺着爷爷的目光看去, 那座佛像竟然没有眼睛, 或者说眼睛已经被人给挖去了, 爷爷匆忙又看了看其他的神佛实相, 那些实相全都已经没有眼睛了, 这是谁干的? 神佛若是没了眼睛, 还怎么镇压妖魔? 望着爷爷脸上惊慌的神色, 我不禁有种不好的预感, 这时身后传来声响, 我回头一看, 是那罗道人, 他面带微笑地看了看我们, 然后与我们擦肩而过, 向着山下走去, 这, 这是谁干的? 爷爷指着那些无眼的神佛实相说道, 神佛不见世间苦难, 留着眼睛又有何用? 罗道人转过身来回道, 你不是罗道人, 你, 你是那妖人徐红如? 你没有死? 爷爷的声音显得有些颤抖, 罗道人笑了笑, 我不是妖人, 我只是一个凡人罢了, 大怨未成, 故不能死, 当年我被真于此身之中三百余年上安然无事, 那罗道人又能奈我何? 你这妖人, 你毁坏神佛实相, 与神佛为敌, 难道就不怕遭天谴吗? 天谴? 罗道人脸上的笑容渐渐散去, 继而变得猙獰起来, 我只是不忍见这世人皆苦, 众生多难, 想要改变这个世界, 这有错吗? 他抬起头, 凝望苍天, 眼中满是憎恶,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出狗, 神佛不此以世间为同步, 他们神通广大, 法力无边, 却无视人间疾苦, 放任众生沉沦苦难, 却又假惺惺, 让众生信奉他们, 绝取信力, 我白连教训就是知道, 却遭他们打压, 被污蔑为邪魔歪道, 众生愚昧, 不辨是非, 不辨佛魔, 知道我白连教是邪门, 失事可悲, 然我白连教不会消失, 终有一日, 众生会醒悟, 届时, 我白连教必于九天之上, 打开那遮住天日的泱泱神佛, 让他们悉数跌下云头, 坠入九幽, 罗道人严霸离去,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他站于极山之上, 副手而立, 仰望苍天, 双目异恨, 发下誓愿的景象, 此后多年, 一直在我心中不曾磨灭, 我想, 终有一日我还会再见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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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